8月2日,第17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在上海新国际波兰中心拉开帷幕 本届展会整体规模达17万平方米,共计15个展馆 除设立互动娱乐展示区、综合商务洽谈区两大展示区外 还增设首届上海电竞州,助推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都 2019年5月,上海发布罗关于促进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3年至5年内,上海全面建成全球电竞之都 7月31日,来自DOTA2,如是传说,魔兽争霸3,英雄联盟,皇室战争,FIVA ONLINE4,王者荣耀 共计7个项目的85名选手成为上海首批电竞注册运动员 上海电竞运动正买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 上海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徐波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行电竞注册运动员制的初衷是想让电子竞技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让电竞选手成为真正的运动员 未来也将继续推进电竞注册运动员制 最早是想把注册运动员 想把电竞选手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运动 首先第一个我们平时以时代说电竞是体育运动 尽管它有体育运动的内核 但外在的认可很少 那运动员的注册 那就肯定是它对一个身份的认可 接下来呢 因为在整个电竞发展过程中 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 那电竞要更好的更长远的发展的话 那肯定最重要的话 它是一个要有一个更规更专业更规范的管理 我们是首先第一个最标准的是 它一定要18岁以上才能注册 第二个的话 它是要和职业俱乐部有完整的职业合同 我们才能注册 才能之外展会现场 腾讯 完美世界 网易等游戏知名企业 纷纷带来了自家游戏的电竞比赛 展台前人气火爆 不少游戏粉丝席地而坐观看比赛 赛后不少电竞选手也是为上海实行电竞运动员注册制 拍手叫好 职业电竞和网易不是一回事 至于误区这回事呢 我觉得再过个十年可能就好了吧 毕竟科技发展太快 过个十年的话应该是很普遍的东西 每个人不一定有足球 但每个人都有电脑 现在电竞确实也有些缺乏管理 发证件是一定需求的 这也是说电竞现在这个行业可以慢慢正规化 反正蛮不错的吧 据了解上海电竞周期间 ChinaJoy不仅会邀请全球电竞产业机构和知名电竞企业领袖 探讨全球电竞发展的新趋势 还会主办ChinaJoy电子竞技大赛总决赛 全国电子竞技表演赛和全国电子竞技巡回散三大赛事 同时各大知名电竞企业也将在展内展外举办近百场比赛 你将会主要用回籍中 找完四较与大赛事连 大赛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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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